各位最新帶來關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我們來關心有關於NCC現在還是獨立機關嗎 今天我們要國民黨的立委洪文凱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是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還是要問有關NCC啊 現在已經在北高清就判定說呢 NCC十連敗了 那現在NCC呢 還是覺得好像自己是獨立機關的樣子 高高在上 陳耀祥還在位置上面耶 本來是傳出說呢 他是四五月的時候呢 要硬闖禁電視的這個深召案 不過陳耀祥否認了 他說他會處理 不過這個處理呢 他又是在玩兩面守法嗎 還是說呢 他現在根本一點都不擔心 別人會把他弄下台 因為呢 他還有小英章護身符 他並沒有提到說呢 因為是總統的旨意 所以他現在為自己設下一道防火橋 是啊 這最新的說法啦 我先來還原一下 其實NCC陳耀祥主委 並沒有否認說他不排案 進電視的一個審查案 他要知道 在前兩天的這樣的一個 委員會的一個質詢的時候 我特別詢問說陳耀祥主委 到底進電視的這個審查案 是誰來排案 有沒有四五月確實要排案 他第一先推給夜管單位 就是說這夜管單位這邊在做處理 那我馬上就問啦 如果說是夜管單位處理的話 照理講應該現在已經要排出 四月底相關的一個會議的一個進度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NCC的委員會 是在每個禮拜三的下午時段開會的 NCC七位委員固定禮拜三的下午時段開會 而如果說有任何的討論案 都會在禮拜三下午先做排程 那要不要發開會通知 要嘛 要不要時間準備 要嘛 要不要前置作業 要嘛 也因此我當時在問他就說 那這樣子四月底五月初 有沒有已經排進電視的相關案件 他有講說沒有 不過呢誰排案 陳耀祥他自己親口講說 他說了算 就是主委有權利要排什麼案就排什麼案 那我就問啊 那如果說你有權利要排什麼案的話 你會不會在四月或五月排進電視 他這個時候沒有特別講 他本來講是說 如果照實成現在看起來 也都已經差不多了 不排案說不過去 那不就是又回歸到原點嗎 所以證實其實是有可能的 在四月五月的時候 要排進電視的一個審查案 而最後我再問是說 去年12月28號 我們在交通委員會也通過了臨時提案 就是要求NCC 因為現在進電視的一個爭議不斷 尤其是在這過程當中 又有出現所謂的錄音檔 又有出現所謂大家 國王的人馬 還是這個董監事的一個更換頻繁 也因此我們才要求 NCC要做出行政調查 而在行政調查還沒有完成之前 你不能審理 而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行政調查的一個 最終結果跟書面報告 所以最後在我逼迫之下 陳耀祥才同意 一定會先送出行政調查的書面報告 給交通委員會 我們才去做 NCC才能去做後續的一個進度 但我們現在要再跟各位觀眾朋友來說明 其實這個是本於良知 以及本於我們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民眾來好好的守護 也因此下個禮拜三 交通委員會會正式的在安排NCC 以及針對靜電視的審照案 以及相關的爭議的部分 做一個專案報告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 在下個禮拜三 陳耀祥主委來到交通委員會 來做專案報告的時候 你最好一五一十的 把所有的資料證據說明交代清楚 否則的話 我們所有的委員 還是會依據所有國人的一個 官影收視的一個權益 好好的質詢NCC 我們最重要的是NCC 絕對不能變成張希希 不能變成是特定偏袒媒體的打手 是 而且我們看到陳耀祥 他不只是對NCC 他感覺是手整個伸進去 是不是有黑手是在操控NCC 為什麼他完全都不怕呢 他不僅要強行 通過靜電視的這個審照案 對比中天 中天他罰了這麼多的案子 結果全部都敗訴 那他現在是被騙中天一個道歉 尤其是對比靜電視的這個案子 他感覺完全就是雙標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次的一個檢舉函 一個所謂的陳晴和檢舉函 我們更發覺裡邊有一個很大的貓 他講是說因為陳耀祥公開的一個 主導靜電視的案件 以及主導相關NCC的法案的案件 已經造成許多委員都心生不滿 什麼意思 NCC才七位委員 扣掉陳耀祥主委 扣掉副主委 還有五位專業的委員 這些專業的委員 我們也真的希望你們是專業 你們是學術 你們是有涵養 你們是有道德良知的 也因此我在前天的記者會 才會特別隔空喊話講 是說現在我們再怎麼講 我們都是屬於外人 因為沒有在NCC裡面 不了解說他到底裡面 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陳耀祥怎麼樣 要來強行主導過關通過 但是NCC委員們你們是知情的 所以如果說真的有其他的委員 認為說現在主委已經是強勢主導 已經完全沒有專業考量 而是特定政治立場來辦案的話 NCC委員你們要不要也本於 你們的道德良知專業 也好好的向社會大眾交代清楚 所以我們也隔空喊話 我們也希望最後一道防線 以及最後一道良知 應該是其他的NCC委員 告訴國人到底現在是怎麼樣的情況 以及你們如果說真的有心聲不滿的話 專業良知以及是非價值黑白 我想這才是我們中華民國 最重要的一個信念 所以我們真的呼籲NCC委員 如果說有如同檢舉函上面的一個市政 而確實你們感受到政治力介入太深的話 該公開說明清楚 該向國人大眾說明的 請向國人大眾說明 我們相信國人大眾都會當成是你們的後盾 勇於支持力挺你們 堅守新聞價值跟自由 是 今天謝謝委員 感謝感謝 好 首先呢 現在有關於NCC 現在還是獨立機關嗎 大家最關心的這第四權呢 對比現在中天 北高景丁判說呢 十連敗了NCC 你現在呢 感覺好像你開罰案子啊 訴訟費增加到一千三百一十萬 但是你為什麼要增加這訴訟費 你是害怕輸嗎 如果你害怕輸的話呢 為什麼會連NCC其他委員 都開始不認同你的一個做法 甚至呢傳出說 你四五月之後要闖關禁電視的這深召案 也引發很多在意黨立委不滿嘛 就說呢 在那時候呢要做一個臨時的提案 甚至呢要來做調查 但是呢這個議題呢 也讓我們就是質疑說 你過去不是手拿NCC獨立機關的牌子 還拿反嗎 所以這有點諷刺的 讓別人覺得說呢 你現在感覺好像已經不是身為一個主委的角色了 而是小英的打手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信心情 我們先到鏡頭交給棚內